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的芭蕾舞演员艺术家 教育家 她还享有黄氏 也就比利时黄氏所授予的女性男爵的封号 接受采访时 让那是这么来表示 她看过神韵之后的感受 她说我感到我的词汇非常有限 我用我紧致的词汇 美丽绝美 这些词都无法尽意的来描绘神韵之美 神韵表演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 令我大开眼界 我从前还不知道 中国古典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舞蹈体系 而且还具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 尤其特别的是 舞蹈当中有那么多男子舞蹈 而且这些男演员的舞蹈非同凡响 演出中最打动我的 就是男子的舞蹈和西藏的民族舞 她说你知道除了西班牙和熊压力之外 其他的一些国家很难找到男舞蹈演员 而作为舞蹈演员的让那 接着说女演员的表演令人美得难以置信 她说那些女演员背部的动作非常的灵活 手臂非常舒展 特别是走关节的动作 女演员做的再自然不过了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流畅 而我对其中一位独舞的演员的印象非常深 她说几乎令我困惑 她是如何把男性的刚和女性的柔融为一体 她这种驾驭角色的能力非常强 她既能表现出女子的温柔贤淑 又能表现出男子的刚扬之气 而让那接着来赞叹神韵艺术团 所表现出的音乐的这种内涵 她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来数音乐拍节的 演员是如何与这富裕变化的音乐相配合的 这么多演员在一起又那么协调 她说如果一个叫巴洛克舞蹈演员 舞蹈演员跳舞的话 她只是一二三四 但是我很难想象这么多舞蹈演员 随着这么丰富的音乐 她可以协调一致 这是她根本理解不到 另外她提到一点说 在西方的晚会当中 让男女的关系都会表现出来 但是神韵的晚会中 男子舞蹈和女子舞蹈是分开的 只有在剧情要求情况下 才会有男子和女子共舞的编舞 她说这是中国的传统 我们以前也有男人在右边祈祷 女人在左边祈祷 现在的人们想做哪就做哪 男人女人的自由太大了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感受就非常深刻 其实男人女人在古老的传统当中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当中 她都是相互分开的 男女受受不侵 其实她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应该有的这种距离感 应该有的这种关系 而不是今天所谓的 其实就一句话乱了套了 那这样那最后接着说 毫无疑问 神韵获得了无以伦比的成功 他们的努力和技巧 还有他们的信仰 他们坚信自己在做的事情 神韵未来的路将会更加的光明 因为他们讲述了真实的故事 他们所用的色彩 是我们从来都不会用过的 但是我们应该用这些色彩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 他们的传统和习俗 他们的文化太伟大了 他们的文化真的伟大 所以我想说呢 背离中国的东西 背离中国传统的东西 其实很多就什么都不是了 共产党扼杀的恰恰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我们刚才呢 说的文章呢 是谈到了比利时人是如何看待神韵的 那我们再看看大陆人是怎么看的 这篇文章同样是来自于明慧网的 他说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一位华人对记者说太好了 真没有想到能在海外看到这么大型的中国的舞蹈 太出我的意料 他说我很惊讶的看到前法国外长呢 也在看节目 他也来了 然后呢 他特别指指给记者看说哪位是这个法国的前外长 他说我来这里就是支持 而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另外一位从大陆来的 看到记者以后呢 主动上来跟记者说 太好了 这么美好的演出呢 国内是看不到的 他们表演的是那么的真诚 这是钱买不到 那他也主动提到说 刚刚结束的那个有关法轮功的节目 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 他指的是这个节目 他说这是非常真实的 我的泪水一直不停的往下淌 然后他马上接着说 说我家有唐人台 他指的唐人台就是我们新唐人电视台 他说我很喜欢唐人台的节目 那新浩年的节目非常喜欢 还有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 他说我一开始呢不太接受 但是看下去之后才知道 真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新唐人太好了 法国前外长呢 在看演出的之后呢 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那文章是这么说的 法国前外长呢 非常感到震撼 整个演出的那种整体感 文章里解释说 法国前外长叫做罗兰德 他说演出的整体感 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这是非常优秀的一种视觉的处理 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法国前外长呢 接着表示讲说 如果音乐当中带有一些现代的气息 又能够与整个节目相结合在一起呢 这是非常难的 今天的演出呢 把这方面处理的太棒 他说觉得非常美 我要继续看下去 而作为演出本身 他说非常的动人 而且超凡出众的那种美丽 所有的地方都非常好 音乐 颜色 舞蹈 传说 和包含那些引在其后的那种深随的内涵 让人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演出 真的就是这样了 呈现出的中国的 有关中国传统的方方面面的元素是很好的 我觉得整个演出丰富 非常的美丽 外交部长就是外交部长 他在用词的时候 在表达的时候呢 很含蓄 也有这种 你能感觉出外交词令的那种背景 或者说素质 但是呢 文章里他特别提到 通过外表的美丽 那其中所表达出中国人所特有的内涵和它的元素 以及在这个表现之背后的因素 和力量 那是真实的 而且是整个演出中 它的核心所在